大家好 我是戴慧欣 我是加拿大出生长大的 那我从小就是音乐一直都在我的生活当中 因为我四岁开始学古典钢琴 那就一直这样子学下去 那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唱歌 我都在学校的合唱团里面 大概六年前来台湾的 来学习中文和创作的部分 我小时候就是会听姐姐买的CD 例如周杰伦的第一张CD 我就一直听一直听 因为真的觉得太好听了 也会开始自己想要创作那样子 就慢慢创作 我创作会选择来台湾 因为其实我非常喜欢台湾 然后呢 因为我很喜欢中文歌 英文创作跟中文创作 其实都有各自的不同的地方需要克服 那英文就是会比较顺写下来 那中文的部分就是需要想比较多 要怎么表达自己 其实我有去上了很多中文班 不管是正英班还是学中文 可是我发现其实最有用的就是 跟身边的朋友讲话聊天 这样子会进步最快 我写的创作 我希望就是别人听到都可以被鼓励到 听众都可以就是有一些正面的力量 和就是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 中文字幕志愿者 傅里面